全香港最資深的廣播DJ 高齡96歲的Uncle Ray 郭立民在今年5月份 要正式退休了 戴著一頂紳士帽主持廣播節目 他是香港最資深的DJ郭立民 大家都叫他雷叔叔Uncle Ray 綜合香港廣播界70年 今年5月正式退休 我從來沒有夢想成一個DJ 我聽到很多音樂 我聽到很多音樂 在電腦上聽到音樂 我聽到音樂的音樂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 我從來年輕 我從來沒有想到成一個DJ 我喜歡聽到音樂 Uncle Ray無心插流柳辰映 其實他不是香港人 1924年出生於香港 擁有葡萄牙血統 年輕時擔任過監獄點獄長 匯豐銀行行員 後來才進入廣播電台擔任DJ 1960年加入香港電台英文台 曾被派往英國BBC 研習三個月 獲得難得機會訪問PITOS 我知道這會很重要 因為所有人在訪問 跟PITOS都非常特別 他們非常有名 他們在倫敦第一名 Uncle Ray回憶 當時他主動到商品公司 詢問能否採訪PITOS 但身上沒有錄音設備 商品公司好心出現一台錄音機 他特別買了一本PITOS 封面的雜誌去採訪 尋應獲得所有成員簽名 我認識我有很值得的錄音機 反正是一個小小的錄音機 所以我沒有花很多時間 在每個PITOS 每個3至4分鐘 那錄音機很值得的 醫生採訪一次PITOS 已經夠幸運 沒想到這樣的幸運 還有第二次 當年PITOS訪問香港 抵達時 Uncle Ray剛好就在啟德機場 巧遇偶像還被認出來 有一個建築很遠 他們都在建築上 喊PITOS 我非常幸運 所以我在那裡 當PITOS離開飛機 進入空間 當他們看到我 你又回來了 我又回來了 尷尬 Uncle Ray被尊稱為樂壇教父 也是監視世界紀錄 任正最常熟的DJ 曾經獲班大英帝國優秀勳章 播音樂播了大半輩子 卻因為新冠疫情來襲改變計畫 他從去年12月到今年5月 暫停主持招牌節目 最後決定1996歲高齡退休 我現在96歲高齡 我不能再繼續下去 我最好退休 我最好退休 所以突然退休 我心中的退休 我非常幸運 我成功地做了我的工作 最后一次主持节目 Uncle Ray感性告别 70年广播人生圆满落幕 TVBS新闻综合报道